官兵提槍相右看 脚不忘通通打直前提45度 迈开整齐步伐 但黄埔军校这踢阵部教育仪式 将要完全取消 尊重原来邱部长的这个决策 我就不改变他 但校庆就以齐步的方式来进行 就不再踢阵部 文任防长上任后 即宣布黄埔百年校庆后 不再踢阵部 除了主张部队因回到战训本务 也有去威权化象征 毕竟现在保留踢阵部国家 多是外界眼中的独裁国家 看看中国解放军建军周年 还有北韩俄罗斯阅兵 通通都采取踢阵部展现军威 而我国从民国十七年 实施踢阵部后 最近一次大规模踢阵部阅兵 就在民国八十年国庆 当年国军弟兄举手踢脚拳都到位 不过随着威权统治结束 加上盛传踢阵部 可能会伤身等疑虑 民国九十二年 时任总统陈水扁下令废除 直到这回黄埔孝庆百年 前任车部部长才下令 训练踢阵部重振军威 但成为历史的还不止踢阵部 传统那个突刺突刺的那种 比较不具有近战格斗的部分 我们会加以取消 形式主义的部分过多 那这个不符合战训的部分 我们把它取消 因为不符合实战化 国军将取消近七十年的刺枪数 将朝向近战格斗来训练 军事专家也分析 这些项目渴望再加强 如果是一些单兵新的作战模式的话 那是不是要去了解 可能说是我们要更加去了解 无人机在战场的一个运用 或者是新的一个指挥的一个模式 如果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战术 我取代掉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如果是实用性不高 那可以取消 文人部长七首士 以检法为思维 朝向现代实战军队目标来迈进 三十零海军 十全台北采访报道